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物流枢纽 在乌鲁木齐陆港区 总书记说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 新疆不再是边缘地带 而是一个核心区 一个枢纽地带 你们在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一带一路虽然有各种阻力 但是它是肯定会一望无前的 还不局限于现在这个格局 还会继续万千伸展 还会在它的枝叉上更加使它枝繁叶茂 考察期间 总书记强调 新疆要打造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这是发挥新疆区位优势 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现富民新疆的重要部署